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钱 价值 不知道价值 价钱的价值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自己工作了 拿薪水了 那时候才知道 然后到后来就是像比如说 一般以前住一起那么电费呢 电费都是我在付 他可以开着门开冷气 不觉得一回事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自己薪水拿出来付电费的时候 他知道要关门 开冷气 然后知道说要省电 所以这些是可以 我觉得透过生活可以教育的 这些倒不是打击 曾经有商家 以不道德的宣传手段 试图打击他 也有人试图以冒牌货牟利 这一切并没有让他退缩 反而越战越勇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 困难回顾就不是困难了 所以那是当作是一个经验 一个过程 伤害过我 或者说欺负过我 或者说什么呢 我都会用平常心来看待 我会告诉我自己 这个是应该被考验的 我要走的路还很长远 本人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 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些事情 2009年 七层楼高的易宝多大厦眷工 把廖桂香的事业 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工作上 他永远是坚定果断的企业家 卸下工作服以后 他也会亲自下厨 享受种花 插花 写书法 唱歌的生活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